English Feder Pacific 夏日科学廣場 各位朋友大家好 好 歡迎來到 佳日科學廣場 我們很開心 又在這個禮拜六跟大家碰面 然後當然要特別感謝國歌會 我們這個計劃 讓我們每個禮拜六 可以跟大家見面 然後一定也要提到中央大學 因为中央大学也辅助了我们经费不足的部分 所以刚刚王老师还在跟我讨论说 你们这个活动有没有收费啊 答案是没有 我们也希望如果今年还可以再拿到经费的话 一定是会持续的举办下去 那今天的活动我们大老远请来 王雅亮王老师 他从高雄来 然后一大早就坐高铁过来 而且呢大概我们十点多就到了这里 然后十点开始准备 那刚刚有很多小朋友很兴奋 为什么很兴奋 看一下朱老师现在指的这个位置 这整排桌子都是奖品 全部是坐高铁过来的奖品 好那个我们那个助教哥哥 ROOMING给大家看了 哇这么多 那这些奖品哦 最后要怎么送呢 你看一下王老师在这边已经把那个计分表都已经画出来了 活动非常精彩哦 但是朱老师还是要废话一下 因为王雅亮老师是第一次到我们加热科学广场来 所以我们一定要郑重的介绍一下我们王博士 在加热科学广场的活动里头 大多数的讲师哦 我们比较多是物理的 化学的 有一些数学的 那朱老师哦 最难请到的就是生物类的讲师 一方面 生物类的讲师做科普活动的很少 毕竟谈来讲哦 就是待会王老师也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 真的是非常少 然后再来哦 生物又不是朱老师的专长啊 就是我看到那个 你们桌上那个sample我就挂掉了 看到这个东西哦 我就挂掉了 那真的有没有挂掉 有 高中的时候生物就荡掉了 所以我这辈子听到生物 哇 整个就是怒 所以 今天又要谈什么 谈生命密码战 刚刚很多小朋友 我们现在的教育其实还蛮成功的 很多小朋友 我看他大概才小一小二 就满口就跟我说 DNA RNA什么什么双螺旋 那个我们的教育其实还是蛮有兴旺的 大家不要觉得12年国教就没救了 拜托支持一下 好 那那个 王老师今天讲过了远从高雄来 那大家会觉得奇怪 王老师不是实践大学吗 怎么会在高雄 我也是认识王老师以后才知道 实践大学在高雄的校区 那王老师是在实践大学里头的 他们的这个名字很有趣哦 叫做博雅 博雅学部的自然组 那博雅学部 待会王老师可能可以解释一下 我猜就是我们班的通式教育中心 可是看像我们中央大学就没有想到 把Liberal Arts通式教育中心变成博雅学部 我们整个听起来就升了一级 我就觉得哇好高级哦 那我们王老师在里面呢就是担任教授 但是呢这个不是王老师我觉得最 就是我们都是同行嘛教授 可是王老师最令人敬佩的是哦 他从很早他就在墾丁国家公园担任解说员 然后呢又在高雄的科工馆 还有他是一个这个我们叫Day 8 生物科技探索厅的厅长 厅长 厅长干什么 那个整个那个探索厅的里面的这个规划 活动什么什么人员的安排实验的设计 全部是王老师一个人来主导的 那各位朋友 因为我们都是在比较北部嘛 有机会我真的是推荐大家去一下科工馆 高雄的科工馆 假设有趣 因为现在一日生活圈还蛮方便的 那他们举办了非常多的客服活动 王老师在这边参与了很多 然后另外呢 王老师也是属于那种就是 跟我也我们大家都蛮像的 就是喔 那个休假不好好休假 然后就是到处跑 全省不止 应该是全国走透透 什么里岛啦 鹏湖啊 蓝宇啊 什么绿岛啊 然后台东啊 偏乡有没有 这些学校 王老师就是带着他所有这些东西 去带小朋友做一天两天的活动 真的很幸福 所以我还蛮开心 我认识的朋友啊 就是老师们都是这样子的老师 那今天的活动很精彩 这一次拍开来了 我们想一个 就是这个是我个人感想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喔 我们知道我们学物理的 你认识的物理学家 本知道的讲解 有没有 打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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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老师 打尔文 声音 声音 没关系 朱老师讲我认识 我以为最有名的物理学家 叫爱因斯坦 然后我们这些人呢 就会 你知道 会 迷茫嘛 做梦 梦什么 我们常会想 因为我们物理学家看世界方式也满 满满有趣 满特别的 我不想要各位朋友们有没有想过一件事 就是你现在呼吸的空气 搞不好我们几百年前 这个爱因斯坦呼吸过 或者是你身上 组成你身上的 某一个碳原子 搞不好之前曾经是爱因斯坦身上的某一个碳原子 马上想一想就觉得安慰了一下自己 因为没有那么聪明的脑袋 就想一想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 所有东西都是原分子组成的吗 然后原分子组组组组 然后再组成再更大一点的单元 然后到了生物 我们的单元可能就变成像这样的东西 待会儿我王老师会介绍 然后会告诉大家 在生物里头 在生命里头的密码 到底是哪些东西 但这些东西都是原分子组成的 我们物理学家 关心的就是 氢原子、氧原子、碳原子 我们关心的层次是这个 然後王老師 生物學家他們關心的 就是更大的分子 然後結構 所以如果你對這個生物原來沒有興趣的話 大概你上完這堂課 我剛剛跟王老師聊 很多學生都是上完他的課以後 然後寫資源之後就寫生物 生命科學系 就去念生物興趣 因為王老師可以把這些東西裡面 有趣的東西給大家分享 你在學這個結構的時候 如果你實際動手操作過 你會真的非常有印象 桌上都有一個sample 只是不好意思喔 那個我們這邊要先跟大家宣布的是 那個sample待會我們可以動手做 但是沒有辦法帶回家 可是可以帶回家的部分呢 還是有準備 所以現在就請大家以最熱烈的掌聲 歡迎我們王亞兩人公司 好 謝謝朱老師的開場 那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 那我刚刚已经 那刚刚朱老师大概已经介绍我的一个背景 那我当然从高雄来 那当然我最希望的就是把我们所有的东西 精华全部可以交给各位 那像我们在科普活动最重要的就是一个 开一个四窗 所以在这整个过程当中 我大概不会介绍很深 所以大概各位有个概念 我只会给你们 台语不是吧 打开一个一上川 所以我的目的就是这样 那点亮你心中的人来把握 那这就过了 那因为从以前到现在 我也做了很多事情 大概是这样的过程 所以很多小朋友 很多从国小国中高中 一直来参加活动 到最后他们就是参加生物科技系 然后来毕业 又回来我的身边 又来帮忙我 来继续做科普 所以我很喜欢带科普活动 因为对我而言 它是一个生命的传承 那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 将会focus在生命这个角度 所以我们现在先把目标放远 我们大概这两个小时 大概要认识什么 第一个生命是什么 生命怎么来的 生命怎么来的 那它的缘起是什么 我们怎么知道 这个整个过程 它是怎么来的 从一个小小小小的 一个细胞 怎么变成 我们大大大大大大 这样一个人呢 那这个过程是什么呢 所以大概会有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用 PowerPoint先简短的讲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那第二个阶段就重点了 玩啊 就是玩 我们科普活动我最喜欢的就是玩 跟大家玩到风 玩到爆调 那像这样玩 我们基本上会有两个 两个这是最基本的 一定要跟大家讲 你们有什么 好这两个 第一个就是玩这一个 我们是透过塑胶模型 然后那我们来了解 DNA的结构是什么 那这个是十个密码的DNA 哦五个对不起 讲错了 五个密码DNA 所以我们第二个开始讲到密码了 密码是什么 所以目标 第一个生命是什么 然后第二个目标 密码是什么 所以这个密码 我们可以通过第二阶段 动手做 第一个这个 我会告诉大家 那第二个 第二个一个动手做 就是透过这一张纸 透过这一张纸 然后你可以透过这一张纸 然后完成一个DNA的模型 哦 阿姨关里对 等一下再讲 哦 所以基本上会有这两个 那当然当然 呃 刚刚我有跟 哦 这个是 完成图 哦 完成图 完成图 好 好 那我刚刚有跟朱老师讲 啊 好不容易来这边 当然希望 把我的精码都完全给大家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好 如果可以的话 我希望把它衍生到基因 好 基因这个观念 好 它是一个有意义的DNA 好 有意义的DNA 那我希望把它稍微衍生一下 那如果到时候时间不息 没关系 我这边还会有 哦 一个资料 哦 一个教案给大家 哦 所以待会再看状况 好 我喜欢在整个活动当中 哦 然后边看 好 大家从阿姨关在互动 哦 来看状况 哦 那基本上我是希望 给大家多一点东西 哦 好 那过来 站又是什么 哦 站又来了 就是这边来了 哦 所以我们到时候会分组 好 会分组 我们有十二组 对不对 然后每一组 大概两到三个家庭 好 那我们会 你们会希望 你们透过小组的活动 把这个分数告上去 好 那不然还有另外一个 个人怎么办 个人就是以家庭为主 好 那家庭为主 我就会希望 你们今天换问问题 哦 或是说 我们也有所谓的 以家庭为主的活动 然后家庭为主的活动 我会发这一个 这个纸给大家 然后你们边累积家庭的 然后也边边为 那个小组的努力 那个小组的那个竞赛 来努力 哦 那都最后分数 巴巴巴巴跳出来 然后最后我们开始会叫卖 哎 你们这一组 你们这一家 到底有多少张 哦 分数是多少 然后就一个 看到 哇 一大堆 一大堆 奖品都在这边 我是用一箱把它拉上来的 好 那所以希望各位来生命 密码 戴 所以目标已经很清楚了 在这两小时里面 你们要玩生命 玩密码 玩战 要玩战 好不好 好 那我们现在因为时间不多 因为我今天带的是 我在客户馆戴活动大概要 呃 一个 一个一天的一个活动 那我要再下一代小小小小小两小时 好 所以要请各位稍微配合我 但是如果我讲的太快 稍微跟我讲一下 不然偷偷跟 跟那个小组长 每 每桌 每两组都会有一个小组长在后面 好 那我习惯称助教 好 助教 那我跟他们讲哦 等一下你们 只能动口 不能动手 谁动手 就是你们啊 对不对 你们要去战啊 对不对 所以你们要动手 好 所以他等一下 会用口头 好 来协助你 好 这些助教会口头协助你 那你们就想办法 好 想办法去争取这个战 好 好 来 我们现在先把 那个 PowerPoint 好 等我等一下 哦 对 好 我一定要先给这一张 因为它是第一个举手的 好 鼓励一下 好 像这一张 那就已经有一个了 然后刚刚有一个一直举手 一直举手 但是都没有 都没有叫到他 好 来 又一个了 好 那这一个贴纸是我设计的 因为我们带科普 我很喜欢想东 就是想东想西 那就设计这一个 这里面有四个字 那我希望至少每个人都会有一张 好 每个人都有一张 那这个完了以后 那接下来就开始用这个去做累积 那这就是累积所谓的家庭 家庭的分数 那你不管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打到我 我们就去互动 那当然 如果看时间不行 我可能会都会跟你讲 我们要赶快往前站了 好不好 先讲一些基本观念 那当然观念在整个动手做的过程当中 好会慢慢的慢慢给大家 但是先会有一些架构 但是我不会讲太深 那现在讲义也发下去了 那这个可以在整个过程当中 慢慢的看 那我这样我的活动 我给他注册一个教育活动的一个商标 叫做全老演化 那这也是我一个博士论文 我整个一个目标 然后到最后可以 各位可以看我的一些想法 整个过程可以看一下 好来 那我这个题目定 定叫做生物科技伦理 Day 8 生物科技的过去与未来 那这跟我们的DNA有什么关系 来生物科技跟DNA有什么关系 开始了勒 开始了 开始了 DNA 生物科技 我讲我们在讲生命密码 赞 大家有清楚是DNA 我为什么题目叫做生物科技 怎么样 只有一个来 就是生物由生物组成 然后生物由DNA组成 然后DNA组成生物 生物再去发展科技 不错 不错也可以啊 你讲说不错厉害 生物再去发展科技也不错 那或许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 我们用这个所谓的生物的基本的分子 去发展科技 那这个叫做生物科技 那整个科技发展到现在已经到第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叫工业革命 结果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些物质事件 对不对物质事件 然后第二个科技 第二个一个科技的一个眼镜 就是什么 资讯科技 对 所以我们现在又是APP 又是上网 一大堆了 我相信各位现在都已经享受到了 对不对 第三个科技 我们又产生另外一个叫做生物科技 因为在工业革命以后 还有资讯科技 我们还是没有办法解决 第一个粮食问题 没办法解决粮食问题哦 然后呢 我们还有没办法解决很多像医疗啦 比较生命的这些问题都没办法 因为第一个科技革命跟第二个科技革命 都来解决物质事件 所以第三个科技就出来了 叫做生物科技 叫做生物科技 好那不然刚刚讲第四我顺便讲 因为这里面很多奖品都是耐理科技 第四个科技有关 所以我们第四个科技是什么 就是耐理科技 但是在这样一个进程里面 你会发现它其实只不过 我们发现的尺寸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而已 好 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而已 好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把这样子一个过程 好 生物科技 我在我的活动里面 因为我在科工馆是担任厅长 所以我在做所谓的社会科技教育 所以我必须要去发展 跟大家的评众讲 哇 生物科技很好很好 非常好 没有错 但是所有科技都是像船一样 是的 它可以载舟 但是呢 它还是可以附舟 还是会附舟 对 像工业革命造成什么 造成我们现在比较负面的是什么 有没有想到来 污染 对 污染 对 环境污染 好 那资讯科技呢 造成什么 我再讲一个就好了 这边讲一个 有没有 资讯科技 眼镜会坏掉 眼镜会坏掉 对不对 感觉到汤里 感觉到汤里 那当然也质疑一个就是什么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来 枯息不良 枯息不良 看太扬眼了吗 好 那你也可以讲 这个其实是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 一球暖化 哇 他这个小朋友 太厉害 你应该是第二个了 也第二了 已经第二章了 来 好 所以 科技它还是有负面 它虽然好 没有错误 尤其像资讯科 我们现在第一头组 不是一堆吗 像我现在上课 我已经跟我的学生讲 第一个 不准讲话 看着我 因为我当过解说员 所以我的习惯就是这样 一定要看着我 然后第二个 不准用手机 因为我在讲真实世界 real world 结果你在看手机 你都在虚拟世界里面 不准 所以这是第二科技所造成的 所以我们现在需要第三个 生物科技去解决 尤其现在我们因为空气污染 所以我们很多的什么 癌症 这没办法解决 所以必须要生物科技过啦 好 那所以在这个生物科技 跟我们这个主题 有没有关系 因为 有 我们是利用生物来创造科技 所以我们利用生物的生物是什么呢 古早古早一整油 我们传统的生物科技 我们传统科技是用利用生物来创造一个食品 来请问传统的生物科技是什么 我一直讲传统 然后利用生物来创造 我讲食品 所以大概有什么 就是传统生物科技 酱油 yes啦 酱油啦 为什么 因为酱油它是利用什么 发酵技术 发酵技术 黄豆黑豆 然后放在那边 对不对 然后让它剃酵 微生物帮助我们 让它剃酵 然后产生胺基酸 然后就有这个产品 还有什么 酒 yes 酒也是啊 这是传统的 应该是第二章了吧 传统的 还有什么 乳酪豆腐 乳酪豆腐 哇 大家都好厉害 来讲一面 豆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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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 应该没有 注意哦 我们利用生物 这个生物传统的叫发酵技术 它发酵都是利用什么来剃酵 来帮助我们制造食品 所以你要知道它的生物是什么 来 面包 面包 便当 面包 有啊 里面有剃酵啊 对不对 所以你看它里面的 来 还有什么 绘生 有 你看 都是有这个所谓的绘生物 好 放下来 好 谢谢 但是有这样 大家都清楚了 传统的生物科技 有 但是 我们现在的生物科技不一样啊 很厉害很厉害 咯 我们现在的生物科技 已经可以开始 创造生命了 可以创造新的生命来咯 那所以 刚刚有人举手了 譬如什么 已经有人讲了 现在生物科技 基因改造 基因改造 不错 这个对不对 第一个吗 好 已经像基因改造 他已经有讲到 我们这边的一个组叫基因 把它改造完以后 变成一个 新的物种出现 各位有没有听过 一种鱼 你去喊 现在那个水族馆都买得到 荧光 金光 基云 对不对 荧光基云 它是大肚鱼 或是斑马鱼喔 但是请问 上帝 是造物者 造物 或是经过整个演化过程 大肚鱼 或是斑马鱼 有没有荧光 没有 结果现在 我们的水族馆 竟然有 它这种鱼 会变成荧光 为什么 就是刚刚他讲的 荧光基云 但是它改造什么了 它改造哪里 刚刚我们发酵技师 利用整个生物 就是为生物来帮忙 那不然我们现在 把它变成是利用什么来帮忙 来 对吗 基因在哪里 在哪里 细胞里面 欸 不错啦 所以 我们现代生物科技 跟传统生物科技 不同的在哪里 我们现在已经往细胞里面去利用了 然后不是一颗细胞 我们用细胞盒里面的 那个泡面 我要讲泡面 等一下我跟你们讲 为什么是泡面 等一下你要知道 你用它 来开始改造 剪一剪 贴一贴 延一脸 这个才叫厉害 我们荧光基云 从那个海底的珊瑚 它的荧光基因 找到荧光基因 咔嚓 或是水母的荧光基因 咔嚓 把它剪下来 把它摘到 那个 大肚鱼 或是斑马鱼 它们的胚胎里面去 然后慢慢慢慢长大 然后它就会表现蛋白质出来 然后就会有荧光 所以现在生物科技已经开始 往细胞里面去走了 所以 我们目前 已经 把生命 自明白 生命 你看我们从1颗细胞 然后慢慢的 1颗变几颗 2颗 2颗 两颗变几颗 4颗变几颗 8颗 8颗变几颗 5颗 3颗 грads 男生好像有两颗 没有 我们现在全部 全部身体上有几颗 胡蘇科 胡蘇科你就到月亮去啦 一顆 不接這樣 一顆 一顆 來 來 再往上 菜差不多啦 他至少後面那個字是對的 欸 等一下你改了 沒關係 等一下再跟我換一下 喔 好 好啦 吃豌豆嗎 很愛 來 我偷偷跟大家講 你沒有 誰還沒有 舉手 你沒有對不對 乘以二 剛剛講三十 三十兆 欸 目前有六十兆科上下 你目前有六十兆科 欸 哪有六十兆科呢 那你為什麼說上下 上下 為什麼說起浮動 浮動 為什麼 你有沒有 大小不一 不是大小不一 不是大小不一 我說六十兆科上下 細胞會少掉 對 喔 然後還會怎樣 還會增生 所以我們有所謂的代謝作用 在這個動作 還會分 還會分外這整個過程 所以一科變六十兆科 所以這是一科 那最早那一科是什麼 你說 最早那一科是什麼 剛才有人講一科啊 剛講一科是誰 你是嗎 蛤 他有個專有名詞 還有誰沒有的 瘦精卵 yes啦 yes啦 瘦精卵啦 對不對 瘦精卵 好 那瘦精卵 爸爸動性的什麼 筋子 哦 筋子啦 對不對 媽媽呢 哦 卵子啦 媽媽真的卵子 好啊 所以兩顆 怎樣 動 啊 天雷 那鍋動 地火 砰砰砰砰砰 所以變成瘦精卵 所以一顆變兩顆 來 我們來看 我都看到泡面 出來了 不錯不錯 這位媽媽的 有真真了 泡面 泡面出來了 來 注意看 假設 這是你最早的那一顆 你看的話 這是什麼事情 變少了 變多啊 變多了 哎呦 哎呦 我們看到這個 好 好 所以 来 没有那个贴纸的举手 你看到什么 你看到什么 细胞 好细胞 好 你看到什么 细胞一颗变两颗 还有你看到什么 对 他会把这些泡面 这些泡面会往中间集中 对不对 他看到什么 细胞被切掉 切掉 诶 诶 不错 大厂可以帮忙 没有问题 因为这是亲子活动 你还看到什么 中间那个就是往下了 中间那个往下了 对 往下 好 往下 还有看到什么 还有看到什么 来 没有贴纸的赶快举手 对 没有贴纸的 来 他已经举手很多次了 都攀水 这滴滴 来 你要看到什么 就是细胞被分裂 哦 他刚刚讲 阴内 你看到什么 就是 他有一个大大的 然后从那个斜下 大大的斜下 哦 好 所以有大大的斜下 所以大大的是什么 来 我们来看 所以其实在细胞里面 看不到那个 所以我们看到一颗 然后变两颗 但是一颗里面有什么 每一颗细胞 这是细胞 这是动物细胞 这是动物细胞 然后这是植物细胞 那你注意一下 动物细胞跟植物细胞 它一定中间有一颗什么 对 刚刚有一个大 刚刚有小朋友讲大大的 就是这个大大 细胞核 细胞核 然后细胞核 刚刚 刚刚也有都注意到 我刚刚讲 这细胞核里面有什么 刚开始 它一坨在那边 就是什么 泡面 对 泡面在那边 那请问 这个泡面是什么 细胞核 一开始泡面 我现在讲泡面 不一样 DNA Yes DNA 是DNA 当然它讲 染色里还是有点 也是相似 都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但是我特别要注意 那个泡面跟染色不一样 等一下我会讲 来设计有另外一个名词 好 所以一开始 细胞还没有分裂的时候 它是像泡面一样 像泡面一样 刚刚你们看过那个影片 对 像泡面一样 好 那接下来你看 它开始要分裂了 来哦 这张哦 本来是这样 泡面 你有吃过的 那个管砖的泡面 有没有 你把水倒了而已 盖上去 三分钟 打开 哇 以后你会知道了 什么在里面 泡面 错 DNA 你有吃泡面 你还喜欢 阿亮叔叔讲的 泡面啦 好 所以泡面在里面 这是所谓的DNA 对不对 好 当大家看到 那气发分裂 della 與我刚刚讲 一颗变 两颗的时候 它开始会 一直转 它开始会 会缩短 一卷卷卷卷卷 卷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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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in 乌上讲 乌上讲 大家都说 来 乌我乌我乌我 再过来DNA 蓝色体 所以它泡面 开始变什么 变面条 开始缩短缩短 一直缩短 然后一直卷 就变成所谓的蓝色体 然后蓝色体 它开始还会再做一个动作 到短的时候 它会开始进行一个动作 叫做 来 看到这个 有没有看到变短还要变胖 那这个胖叫做什么 有什么状况变胖 蓝色体护制 所以 沒關係 反正多的到时候再跟我换 基本上我希望每个人有一张 这什么 好 来 所以 它就开始会进行复制 有没有看到 这边有嘛 你们看一下都可以 进行复制 然后进行复制 旁边有两个像导王一样 来来来来 然后开始从里面拆掉 往两边拆 然后开始干嘛 跳大腿舞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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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开始大腿舞 所以我们看 一开始分裂的时候 泡面 变成什么 面条 那面条变成什么 臭面 油条 油条 油条在大腿会 对不对 然后油条再把它拆开 叫大腿舞 然后往两边拆 好 好 那开始呢 再变成什么 往两边拆 油条两边拆开 就变成什么 板条 变成板条 变板条 然后板条 开始慢慢变出 拉开 然后开始变成什么 面条 那面条 再变成什么 泡面 噢 所以叫做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那个 泡面演化石 那这个泡面演化石 其实也是我们整个 DNA 的一个演化石 的一个过程 应该叫做 细胞分裂石 所以一颗变两颗 两颗变四颗 变成六十兆颗 好 那道理 来 这是洋葱 跟肩 这实际拍了 在我的实验室里面 我们也带这个活动 就是洋葱跟肩 然后在显微镜里面 然后去找 都找 真的找得到 就真的他一直在分裂 他根肩一直在分裂 那我们那一天 有一天 我不知道想到什么 啊 我们讲刺激一点 你知道后来 我们找什么呢 找蛆 找蛆 他有唾液 然后剪他的那个 这个 果蝇的 唾液的蓝蛆 巨大蓝色体 然后我们去做 去找那个蓝色体 结果小朋友都哇哇叫 后来我不敢戴了 后来就没戴了 好 来 那所以 我们现在一开始所看到的 刚刚所面条 所看到的 叫做蓝色体 蓝色体 那注意一下 蓝色体只有什么时候才会出现 对 只有分裂的时候 它才会出现 那平常它都是什么样子 平常 平常 平常都是什么 靠绵 不错 平常都是泡绵 只要细胞分裂的时候 它才会出现 好 刚刚我们看那个图就很像 对不对 好 那所以呢 我们看喔 我们人 人总共有几对 23多 yes 23对 这个大家 这个基本就是 国中应该都很清楚 有23对 那22对是体蓝色体 一对是性蓝色体 一对是性蓝色体 好 那如果是公的 不是讲公的 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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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它的性蓝色体是什么 SY SY 好 那母的呢 就是SS 那各位家长都 大概跟我同年期 我们以前 有个广告叫什么 小YG那酷 对不对 所以小YG只有谁能穿 男生 男生 厉害 小YG 我以前就是这样背 小YG只有男生能够穿 女生不能穿 因为你们是SS 好 那这是人的蓝色体 那这个基本上是因为 尺寸的问题 因为我们的显微科技 大概只搭到这边 所以我们刚刚所看到的就是 以为在细胞核里面就是染色体而已 但是后来随着科技的演进 我们所观察的尺寸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你看有没有看到这个 水果幻肾 这些面条里面 它竟然是卷曲的 有没有看到 这结构有没有看到 后来我们还奇怪 这些生命科学家看到 这是什么 汤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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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谁谁讲汤黄 不错不错 有有有那个想象力 像汤黄这样 对 其实这个就是DNA 我刚刚讲 它要分裂 它要分一直卷一直卷 有没有看到一直卷 有没有彈簧 有没有看到 好 那这个一样 所以在两次体 其实可以看到一条一条 有没有看到 好 那后来 有个科学家叫做Morgan 国中生 国中生有没有知道 有 来 那个Morgan的绰号叫什么 Morgan 什么国中生 Morgan的绰号叫什么 来 我告诉大家 顺便帮大家记 Morgan的绰号叫做摩巴根 或者摩巴根 因为他在玩果鱼 那果鱼有几条 这里 八条 所以他的绰号叫做摩巴根 摩巴根 好 所以他就做一个很 或许就是实验 然后就胚胎起 就给他 照S光 或是化学药剂 然后呢 照完以后一定会产生什么 长大以后会产生什么 小鬼 对 一定会产生突变 对不对 好 后来再把这些后来的突变种 跟原来原始的在对照 然后再看他的外表性状 然后再看有什么不一样 好 结果发现 这些突变种有些翅膀 本来应该是圆形的 结果变成三角形的 后来就去找他的基 就是找他的染色底 里面哪些部位跟正常的部位 有什么不一样 后来他就开始去找 哦 原来突变以后 那个翅膀会变成不一样的 就是这里面 这一段 这一段 就是染色底把它拉开以后 这一段不一样 后来慢慢的慢慢的 就有一个观念出现了 就是说 在这染色底 某个部位 注意哦 某个部位 他会造成 我们的外表性状 会产生我们的外表性状 所以你看去比对就知道 外表性状不一样 看我们染色底某个部位 一定是不一样 所以 这个染色底某个部位 他慢慢 就有个观念出来 叫做什么 观念这个叫做什么 基因就出来了 那我刚刚讲 染色底 他是DNA卷出来了 对不对 所以其实拉开 那把这个片段 这个片段 他会 带来一个外表性状 那这样子一个 这个片段的DNA 我们就叫做什么 基因 所以基因就是什么 就是有意义的DNA 有意义的DNA 所以我讲有意义哦 有意义就是意识 它能够形成 生命 生命的外表性状 外表性状 所以你看 有黑种人 黄种人 白种人 一定是 就是基本上 我们的DNA 差不多一样 但是就是有些部位 会不一样 这些部位不一样 就造成 有些就会产生 黑色头瓦的蛋白质 就像我们 一样对不对 有些部位 大概只有几个密码不一样 就会带成 白色头瓦的 所以这是一个基因的观念 好 那接下来就慢慢找 慢慢找 我们很多科学家都会找 哎呀 到底我们染色体 把它拉长 这个拉长 然后有一些片段 它会产生 外表性状不一样 那我们叫做基因 到底这条线 到底是什么 所以这个必须要随着 所谓的围观技术 看观察技术 越深越深 我们才能观察得到 后来整个科学界 生命科学界 生命科学界 就是这两个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 才叫做 华森克里克 花森 花森 花森加克里克 他终于发 还有另外一个 我就不讲 他会发现 他就发现到 DNA的结构 原来 原来 DNA 就长得正复德性 那什么 哪复德性 谁都形容 双骨 双骨螺旋 对 这个是国中的 双骨螺旋 好 双骨 那两个屁股在哪里 两个屁股在哪里 来 谁还没有 谁还没有 贴纸的 来 双骨 那双骨是哪里 哪 什么叫骨 那个骨是什么 双骨 两边 不错不错 所以所谓的双骨 其实 就是这个两边 有没有看到 这边一骨 这边一骨 螺旋 这是个螺旋 双骨螺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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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们发现到结构 结构得到什么 诺贝尔甲 哇 厉害了 所以我们开始已经知道 噢 那个泡面是什么 对不对 我们知道泡面 它的结构是什么 后来慢慢再把它的 分析一下 分析一下 原来 这个泡面是双骨螺旋 但是它是由很多的核甘酸 所组成的 那每个核甘酸 一定有个寒氮炎基 这里有没有看到 这两三四 我们寒氮炎基有四种 一定有一个寒氮炎基 然后再加上一个去氧核糖 一个去氧 然后再加上一个磷酸 这样就变成一个核甘酸 是由核甘酸的分子所组成的 但是基本上 我们把它拆解 我们忘掉那一个 我用一个形容 其实DNA的一个结构 就好像什么 消防队员的什么 或是大饭店的那个什么 手扶梯 想象出来吗 手扶梯一样 所以有没有扶手 有 有没有看法 所以DNA它就是这样 应该像那墨具一样 越来越高越高越高 知道吗 所以我们用这个计 不要用这个计 用这个计 用这个计就软了 所以 就像索扶梯一样 有扶手 有踏板 然后螺旋一直这样上去 你就知道 叫做这个 出来了 出来了 好 那所以 但是 我们后来发现到 这里面 我刚刚不是有讲到 记忆的观念吗 但是有些片段 有些片段 它会带出来蛋白质 有些片段 会带出蛋白质 那这个我们叫做基因 但是基因是不是DNA 是啊 也是一样 也是DNA 但是只不过 这些 后来发现到 里面这些踏板 这些踏板的组成 它会形成有意义的讯息 那这个有意义的讯息 出来了 密码 密码就出来了 所以假设 假设 我们说 这一段 这一段 它会带出来一个 黑色头发的蛋白质 那么我们就讲 这边的密码 我们怎么念 大家注意怎么念 这个密码 还是解码 叫做G T T T A G T T T C C 这一段 我们叫做 可以制造出 黑色蛋白质的基因 那它的基因密码 就叫做G T T A G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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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C 好 后来我们现在有 有一个全球 就号称第二次人类登月球的计划 这个计划在干嘛 在解我们人类 这个密码 整个DNA的密码 我们知道片段 它有基因密码带出来 但是 我们每一颗 每一颗细胞里面 从勾渣勾渣 我们人类勾渣勾渣 到现在 我们这一长串里面的密码 到底是什么呢 后来我们引解开 大概已经百分之六十几 现在还在解 这个基因解码计划 那我们解出来 后来发现我们人类 我们人类在一个细胞的细胞核内 它的DNA 如果我们把它拉长 那个靠面 头拉住 尾巴拉住 把它拉长 总共会有两公尺 两公尺 但是两公尺 塞在小小小小的细胞核内 但是这个两公尺里面 每个踏板 都是带有密码 那这个密码呢 来各位注意看 来 举手 这个密码总共有几种 举手 来 那个 哈啰 是你 你第一个举手 好 四种 哪四种 你有贴纸了 带来按摩 等一下再换 CTAG 好 CTAG 所以你不管怎么念 就是CTAG 有没有别的 没有啊 所以后来我们原来知道 这个密码只有四类 就是什么 我念比较从那个顺序来看 比较顺序一点 叫 A T C G 来 念一次来 A T C G 好 就ATCG AT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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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觉以后念 然后你吃饭也要睡 吃饭也要念 睡觉以后念 ATCG 好 那其实ATCG 就是 刚刚组成DNA这个 寒淡眼基 A在这里 那这个是G 这是C 这是T 那A叫做线嫖淋 G就是两份嫖淋 C是包密钉 T 是胸线密钉 要不要记 不要记 要打开的事情 你讲记什么 A 你一个把CG 就好了 ATCG 所以 这个 DNA的双骨螺旋 和套盘 是由两个小套盘所组成的 有看到 好 除了ATCG以外 请问还有谁 发现到另外一个规则 来 注意看一下 还有谁发现到 另外一个规则 C跟G 然后呢 A跟TA 不错 来观察力不错 好 所以 除了四个码的原则 还有另外一个原则 就是配对准则 A一定要配什么 T C一定要配什么 G 所以在这个 装骨螺旋里面 它的密码 生命密码 有两个准则 第一个 组成密码呢 就是 A T C G 第二个准则 叫做配备准则 A一定要对 T C一定要对 G 好 所以 我们后来 那个基因解码计划 把它解开 我们后来发现到 我们人类的密码 大概有30亿 的密码 所以要把我们整个DNA的密码 全部念完 要怎么念 念一鼓就好了 我们说一边就一鼓 T G T TA G T T T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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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 密码 但是这个设定密码里面 如果我们举例 把染色体 比喻是毛线球的话 有没有看到 染色体是不是卷卷卷卷卷卷 对 把那个染色体 比喻是毛线球的话 好 如果把这个毛线球 头拉住 尾巴拉住 拉长 两公尺 请问这个叫什么 这个线叫什么 DNA DNA 但是如果我们拿剪刀 咔嚓咔嚓咔嚓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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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咔嚓咔嚓 结果有些片段 他能透过一个准植 一个生命的准植 然后创造出 而产生出一个蛋白素出现 那 請问 dun 这一个片段我们就叫什么 基因 所以我们国中很难懂的就是这个 染色体 DNA的基因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我就是用这样形容 你就懂啦 就懂了 好那所以我们现在的时代 整个时代我们要叫做后基因时代 安静马克的后基因时代 后基因时代在干什么 我们来找基因 如果我们人类所有的基因 全部都找出来以后 不得了 我们就可以开始剪一剪 贴一贴年一年 好你知道鸟人吗 鸟人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创造鸟人 来请谁能告诉我 谁可以创造鸟人 什么创造 来 把鸟翅膀的DNA 鸟会飞那种翅膀DNA解析下来 然后把人的走路样貌解析下来 然后把它加在一起 哇不错不错 厉害厉害 它已经有所谓的基因 转直的因 这是刚刚有讲的 那这个就可以重组了 所以我们要创造鸟人 很简单 我们就找 鸟它可以创造翅膀的蛋白质是什么 是有哪些DNA 注意我们所有人类控制制造蛋白质的都是多重基因 大部分都是多重基因 很多对基因产生出来 走出来以后 然后把它看在 看在人类这三十亿里面的部分 当然我讲的这么简单 但是有些技术问题 理论上是这样 然后呢慢慢从我们小时候慢慢长大 然后它就可以 长大 哦哦哦哦哦哇 直接翅膀都出来 基本上理论是这样 那我刚刚讲这个荧光基因也是这样 那所以目前 我们人类还在找 有人说两万有没有八万 不好意思 大家在找 如果找到就不得了了 好 来再复习一下 再复习一下 我们人 我们人整个生命最早的那一颗细胞叫做瘦肌炉 所以它透过所谓的细胞专业 一颗变两颗两颗变四颗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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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最后人类现在大概几颗左右 六十兆克左右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哎 有些细胞 有些细胞变成阿达玛 有些细胞变成屁股的肉 有些细胞变成骨骼细胞 有些细胞变成肾脏 那这个 就是说在这一长串的DNA里面 有些片段 它会带出来 特别的蛋白质 然后会变成像器官 会变成有意义的蛋白质 但我们行使生命功能 行使生命功能 然后这个就叫做基因 对 这叫做基因 那我们目前整个人类 一个细胞里面的细胞核 把这个 把这个DNA拉长 请问有几公尺 两颗左右 那在这两公尺里面 有多少个DNA密码 三十亿 大概是这样 因为大概是初月三十亿 那我刚刚已经讲过了 把这些有意义的DNA把它剪断 我们叫做什么 基因 然后当要一颗变两颗的时候 什么时候什么东西会出现 还有什么 DNA会变成什么 染色体 然后我们人类有多少队染色体 二十三队 有一队叫做性染色体 那女生可不可以穿小维肌 不行 那体染色体就是构成 造成我们身体其他的性状 那这个叫做什么 体染色体 总共有几对 二十二对 结束 所以我们大概概念是这样子 当然有很多细节的 我说过 我只在帮你们打开视窗 那这个视窗就是说 我们生物科技 为什么可以从传统生物科技 变成现代生物科技 主要就是因为 我们找到了生命密码 生命密码 站等一下 找到了生命密码 我们找到这个以后 我们可以开始利用这些密码 利用这些基因 利用这些细胞 来创造新的物质 来为我们所用 那为我们所用 那这个叫做生物科技 我们可以创造像那个新的物种 精转值 我们在沙漠 没办法长出 我们在沙漠 没办法种稻米 简单啊 我是不是去找骆驼的耐热基因 把它栽在这个稻米里面 那请问沙漠可不可以种稻米 可以啊 对不对 所以很多我们可以用这样子 去创造我们的食品 然后甚至我们可以大量生产 我们的药品 创造我们的药品 那像那个胰岛素 胰岛素它就是透过 透过那个胰岛素 我们就是先找人类的胰岛素出来 然后把它栽到大肠杆菌 进入大肠管菌的DNA里面 然后把它送到发酵草 然后大肠管菌 就会依照那个制造胰岛素的基因 然后利用这营养素 就会制造我们所要的胰岛素出来 所以这个时代人人都可以干嘛 都可以得糖尿病 为什么 因为胰岛素大量生产啊 都靠细菌帮我们啊 对啊所以它是大量生产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个时代就是生物科技的时代 所以都是可以利用现在 但是未来有个隐忧 复制人 如果复制人出现 那就大条了 这就大条了 所以为什么 我这个题目叫做生物科技伦理 生物科技伦理 科技可以载中 也可以复中 可以救人 也可以杀人 我们现在已经找到这个DNA 它的密码 它的秘密 我们都找出来了 然后可以开创一个brain new world 一个新时代 这个天堂 HAVEN 来让医疗 来制造一些药品 甚至可以 你要男生女生 用记忆都去改变 创造一个HAVEN 一个天堂 但是我们也可以创造一个地域 就像我想的 什么恶魔都可以创造出来 有没有这种恶魔 这个就啊 这个创造出来 这个大条了 这个大条 那甚至复制人出现 那个如大条 如果我旁边有个复制人 我太太该叫他什么 儿子该叫他什么 他去赚钱 他有没有财产权 他有没有生命权 改天 改天我的肝脏外药了 我可以找他 把肝脏拿过来 栽进去就好了 我有果 这个很大条 好 所以后面 来这个演讲 最后是要讲 生物科技伦理的问题 抱歉这个很差 十五个级 我们可以利用废物一大堆 可以我们有一些像刚刚讲的 解能栅树制造胰岛树 就是遗传工程技术 我们甚至可以复制技术 陶立昂也出来啊 陶立昂有没有爸爸 没有陶立昂是没有爸爸 这个你们慢慢再去讲复制技术 未来新世界 但是来 各位把这几个电影抄下来 如果各位对生物科技伦理有兴趣 可以去诸这几片 第一片叫做千军欲法 第二片叫做火鬼附自然 第二三片绝地再生 非常的棒 那这个是另外一个主题 好吧 那这就是我慢慢延伸 但是有些可能没办法在这边讲 那就是让你们去 一定要把它讲到ending 因为生物 我们要讲今天生命密码 一定要讲生物科技 所以要稍微串一下 好 那完了 接下来 我们就要开始 开始什么 站啊 来 我们要站什么 我们要站这个 我们用这个来做参考 好 现在小组长请发下去 就是这个 先发这个的态度 对 来 什么问题 发多了一辈子了 没有了 他60兆 我们整个脑细胞最后13岁 差不多 大概是这样的过 但是其实在整个新人代谢 他就已经慢慢在形成了 好 所以如果从脑细胞最后定型来讲的话 他是13岁 13岁 好 但是 我只是从那个脑细胞最后固定来讲 好 因为之前你还在形成 好 但是我希望你去上去找那个什么 Google大神 Google去查 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可以帮我记忆 好 对啊 其实在 哎呀 周老师插播一下 来 各位会拿到一个盘子 然后也会拿到很多这个 组装的小继续的楼械 麻烦你把这个小继续放在盘子里 再钓了也很好找 好 你可以开始组装 你说 我 半跟人 等下三个再跟我问 好不好 那现在要自己 好 好 来 我们 你是要 那个要趴下去 要怎样 那颜色要一样 好 来 来 我们现在 请把那个 你的教具 好 教具 放在这里 好不好 好 放在盘子里面 赶快 好 放在这里 好 那我们要通过这些 模型来变成一个DNA 好 那我们先假设 好 注意 来 看这里 我们现在要调整心情 来 看我这里 好 假设我们撇开所谓的宗教 对不对 生命怎么来的 爸妈妈 但是爸妈妈从哪里来 阿祖来的 阿祖从哪里来 阿祖先从哪里来 从中 对 演变 所以我们过渡 一直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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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从推到所谓 蓝丁藻时代 对 蓝丁藻是整个 是第一个生命 蓝丁藻就从哪里来 对 对不对 阿所以 我们这样 整个科学界 很多很多 像很多小朋友 问我很多问题 因为小朋友 天马行空 都会问你问题 还有我的小孩子 也会问 最后我都会跟他讲什么 问上帝 我都会跟他讲问上帝 因为在这个界里面 还有很多我们科学 没办法去touch到 那所以我知道 其实这个都是一样 那这个过程到底是怎么样 不管怎么样 整个知识在你的头脑里面 你说yes就是yes 你说yes就yes 好 那所以我现在先假设 俺是古早古早的造物者 所以你看我的讲义 我们有所谓的造物者养成班 假设你们就是人家所谓的那个神 就是造物者 那造物者一定他会放一段DNA 在我们的DNA 在我们的地球里面 我们假设这个story是这样子 好 那因为经过所谓的天雷地打 或者不管怎么样 然后慢慢的这DNA 越长越大越长长 然后有产生基因 那这些基因又产生 特别的蛋白质出来 所以慢慢的生命就出现了 所以一开始 不管是不是真的有造物者 或是他是经过演化 或是像科学所讲的 就是随机 响响响响就出来 不管 我们现在假设 我们现在就是一个造物者养成班 我来训练你们 去创造生命 但是在创造生命之前 一定要先创造什么 一定要创造密码 一定要创造密码 然后这些密码 慢慢的才会产生 有意义的DNA密码 记忆密码 才会产生蛋白质 所以我们现在假设 我们是造物者养成班 各位神啊 好你们看 你现在有一盘 假设在天地混沌 顿之初 有一些有积分子在你的前面 有积分子在你的前面 然后你要想到 我这个时候想要 我一个人太无聊了 所以我想要创造生命 来陪伴我 所以我就把这些 第一个步骤 一定要创造DNA出来 好 我们现在就开始创造了 如果你们是神 那我是谁 神的神 这个 这个这样长太厉害了 哇 我说我是神的神 神的神 每一个人要听我啊 好 所以现在来 每一个每一家 请把这个拿出来 这一根出来 好 那有没有看到 还有一个少水雷的 来进照 有没有看到少水雷 有四个凸起 好 请把这个凸起 凸在这 这一根 不是尖端的部分 伯伯你开始 来 赶快 每个人边看边做 时间的关系 赶快 好了吗 好 那接下来 大家有没有看到 三个 当然 绿色比较短的 那这个水雷 不是还有三个凸起吗 好 请把它给戳进去 好 我们看了 来 赶快坐 有了 好 有了 那 现在 你创造这一个 跟DNA的结构 无关 它是让你站起来而已 好 那接下来 我们开始要正式做了 好 那我们说DNA 它是扶手 还有踏板所组成的 那请问 每一个踏板 有几个小 有几个小踏板 两个 我们看到 配对准则 A对T C对G 对 好 那它们之间 到底是用什么连结的呢 来 到PowerCoin那一个 换到PowerCoin那一个 换到PowerPoint 这三个 有没有看到 A对T C对G 你看A跟T之间 还有所谓的Hydro Bomb 叫做青剑 然后而且AT是两个青剑所组成 CG是三个青剑所组成 所以每一个踏板 都是两个小踏板所组成 但是中间有口香糖连结 所以这个叫什么 青剑口香糖 所以以后吃青剑口香糖 就想到什么 DNA 青剑口香糖 把两个配对准则的 寒淡研机 把它连在一起 A对T C对G 好 但是在我们这个教剧模型 叫做什么 白剑口香糖 所以白剑口香糖 这个白剑中间 有没有一条 一条道 对不对 从尖尖的戳下去 但是请你开始没拖一个 就念什么 青剑口香糖 青剑口香糖 开始念 你要念五次 这开始要咒语 所以神的神现在交给你 咒语 青剑口香糖 然后请把它提均分配 因为我们要配对那个土 所以那个土就不要那个 这样就可以 这个不要弄掉 好 来 来 这样子 好了吗 赶快 请把它平均分配 好了 好 我刚刚讲了这个青剑口香糖要连什么 要连生命密码 对不对 要左边要连A 如果请问他左边连A的话 右边要连什么 B 他左边连C的话 左边右边要连什么 B 好 所以开始 我告诉你们这些材料有机物 混沌支出的有机物 请你开始去找 A T C G 把它给放在这个青剑口香糖的两边 好 预备 开始 家长可以帮忙 如果我左边是G 这个都有啊 如果是淡蓝色的 淡蓝色是C 那我的灰色的就是G 那我如果红色的是什么 那密码叫什么A 那另外一边要连蓝色的什么T 对不对 好 就你的现在的材料 赶快把它组成 没有顺序 因为你是神 所以你可以创造密码 所以随你创造啦 对 只要不要超过A对T C对G的准则就好了 不要怕 你这也是什么人 所以赶快创造 不错 不错 好啦 来 这个助教 跟我回报你们那一 有没有好了 第一组助教 在哪里 没有 好了吗 这就是好了 这个人 好 来 好了 收教 赶快回报 好了 赶快举手 就这样 这个结构就好了 好了 就举手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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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接下来 这是中间的踏法 各位 对不对 已经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要往什么 扶手的后探 那扶手有两个结构 一个叫五探堂 五探堂 生命的堂是五角形 这个等下会讲 在五探堂堂 对不对 所以请你拿黑色的 黑色有三个突起 请你把他给搓在 旁淡 盐 肌 好 的一个洞里面去 好 开始搓 搓五十个 左右两边都要搓 这个爸爸妈妈可以帮忙一下 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要稍微进度快一点 我们扶手 一个分子已经进去了 然后边搓 边要念 这是什么 五探堂 五探堂 边念 一样 你要念几次 要念十次 是个咒语 小朋友都念 五探堂 一直念 边搓边念 然后助教开始 要介入帮忙一下 用口头帮忙一下 好 那接下来 我们还剩下另外一个 叫做磷酸 但是磷酸它是红色的 它有两个骨骑 哇 但是我们这个五探堂 它怎么 也是 也是 也是那个骨骑啦 怎么动在一起 所以可见 它们之间 还是有口香堂连结 这个我们叫做 黄剑口香堂 那这个黄剑口香堂 其实我们有一个名词 叫做子剑 脂肪的脂 把肉去掉 变成一个油 叫做子剑 这个子剑 不是轻剑 是子剑 但是这个你不要管 那请你把这个黄剑口香堂 也是剑结的一种 把它给搓在这 五探堂的两个骨骑 开始 很多 我知道很多小朋友都已经完成了 你们都是从小就玩乐高 长大了 你知道吗 然后最上面跟最下面 不要不要搓 最上面跟最下面 最上面跟最下面 不要 那如果你的银剑不够 赶快跟你的助教甲 我们有备用的 我们有备用的 最后就是这样的 各副德行 我觉得好大家都已经超前了 好那就这样吧 继续 所以我们现在 上下还有两个洞 那刚刚好 这个磷刷有上下两个洞 所以请把上下连接起来 好开始 好 如果你的结构是这样子 就完成了吗 不是 所以还要干嘛 还要扭一下 扭一下 扭一下 变成一个螺旋状 变成一个螺旋状 然后呢 这个因为是五对的DNA 所以来注意看我这里 请这样看 一定要保证 你第一队到最后一队 刚好旋转180度 开始 第一队跟最后一队 刚好180度 这是转半圆的意思 半圆 如果半圆起来就OK 好 好 那这样就可以了 就对准就对了 对准 对齐 好 好 完成了 对不对 那我们刚刚讲 DNA 奶射体 是DNA一直旋转一直推动 对不对 好你看 再把它起 你把它给压缩一下 哇 所以为什么两公尺可以塞在小小小小的细胞里面 好 压完以后请你跟隔壁的五对的DNA 开始再串起来 好 不用串啊 等一下我们再玩游戏 好 来 现在开始 每个完成的看我这边 不要再往下动作了 来 看我这里 好 好 我要请问鸭扁吗 对 请问鸭扁 好 让你知道这个概念 或者它螺旋 那其实奶射体是DNA还要在包所谓的蛋白质 一些蛋白质一直卷一直卷卷卷起来的 那这个比较细节就不讲了 好了吗 好 好 那过来 接下来 你有没有跟隔壁的串起来 有啦 有啦 有没有人压缩起来 有没有人压缩起来 来 看有谁先串起来 跟我讲一下 有谁先串起来 很快 请问有谁先串起来的 戳在一根 来 哇 来了来了 哦 麻糬烧来了 你看看 又变十对了啦 变十对了DNA 十对的DNA 但是他中间没有连续起来 那个不管 你看 变成这样子 所以 比赛来了 比赛来了 你们那一组 请问有没有至少要两个家庭 你们那一组有没有两个家庭 我看你一组而已 还有没有水 来 把他叮起来 叮过来 还是 你啊 没办法 OK 那就算了 好 没关系 你就把你组就好了 来 现在 我们比赛 我们要串一个 你要发现 你有把两个DNA串起来 但是中间一定会断掉 但是我们要等下比赛的是要连结的DNA 所以请你把这个十对的DNA 赶快把它拆掉 放在牌子里面 我们开始要进行比赛 腿有从头到尾串起来 它才会连结 等一下我们可以拆掉 把一个十对的DNA 把那个十对的DNA 就是两个串起来的 把它全部拆掉 全部拆掉 全部拆掉 那请温柔一点 因为我们这个是国外进来 国外进口的教具 国外进口教具 那已经有超过十万个人玩过了 很多人玩过了 请对他温柔一点 因为我这个戴这个活动 已经戴了西纪运的 屁黄色跟黄色的 你只要用索的 对呀 所以你会夸托人 如果怕你手上的DNA 可能很潮水的样子 如果怕你潮水的DNA 就是这个 那是ACCG 好了吗 好 组长看一下 好好的举举手 把十对的DNA 全部拆掉 那有少了 我们现在要得知一股 是一个DNA 要有十对的DNA 在里面 创在里面 十对的密码要创在里面 刚刚我们是不是做五对密码的DNA 现在我们要做十对密码的DNA 然后请一组 每一组完成 然后我们会端比赛 可以 其中cin件者的 要有十对对 十对 bütün 啊 对 密码 谁在里用呢 我的 第一組在哪裡? 銀劍OK了嗎? 第二組 第三組 銀劍都猜了嗎? 第四組 銀劍猜完沒? 第五組OK 第六組 第六組 然後注意一下不要分類 天地混混是出老分類 住家趕快把它拆散 不要分類 那混混 混混是可以吃的 趕快把它拆散 不能分類 跑都好了嗎?還沒好? 閉手 趕快 全部要拆掉才可以公平 快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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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要分類 趕快 就把它拆掉 拆乾淨 要拆乾淨 拆掉這個 一人用手 拆掉這個一下 好 來 手舉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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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 每組要串 一個幾對的密碼的DNA 十 可不可以中斷 不可以 不可以 如果組完以後請喊BIGO 助教幫我們跟誰對先 請喊BIGO 很難說對不對? 很多人歪掉 所以沒有那麼簡單 你知道我們最高紀錄一根可以算幾對DNA 25 我們曾經創紀錄25對DNA 創在一根 好 那個是我高中的一個夏立儀 高中的夏立儀 高中生 那個手才有辦法 25對DNA 所以我們這個其實可以一直玩 那個玩的那一組 已經有分數的那一組 助教趕快把他的那個 那個教訓趕快拿到另外一邊去 我們要趕快往下走了 已經沒有時間了 好 第七 第七 這個就收起來了 對對對收起來 因為已經沒有時間了 把他放在袋子裡面 助教趕快把他往右邊移動 把所有東西在移動 等一下你們再來組 等一下你們再來收拾算 因為已經沒有時間了 好 我本來還要玩一個就是拆掉 然後每個人在組一個五對的DNA 然後再把他吹掉放到袋子裡面 那你為什麼要洗完 還不然有時間了 來 這個東西完了以後 趕快來拿摺紙 第三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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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祝教 等一下會幫我們善後 我們要去 哈哈哈哈 好 那掰完照就可以開始 趕快往後移動了 來 拿摺紙 開始發摺紙 因為我們要有成績的關係 所以要公平基準 來 接下來我教你們怎麼做 第一個 先 這邊不是有框架嗎 請把外框 剪下來 包括這五 大家不要動手 不然不公平 把這個T型 外框剪下來 這個眼剪下來 就是這個長條形 剪下 好 那下面的長條形也剪一下 所以到最後會是這樣子 好 那這樣子完了以後 請你把它對摺 好 對摺 那對摺完了以後 一般摺紙有所謂的 實線是一個三線 虛線是一個凹線 但是你也可以這樣摺 就是這樣摺完 這樣摺完以後 然後再把這個T型也摺完 然後再把 上面膠 把這個T型的黑點點 黏一下 我講得很快 沒關係 等一下助教會出口 所以沒問題 好 那開始把它黏起來 但是注意在黏的時候 請注意 上面的長條形 這個很重要喔 如果你不黏起來 你的DNA就變扁扁的了 齁 我都會開玩笑 扁扁你要幹嘛 變阿扁會做什麼 會抓去關喔 大家這陣子還好 開玩笑 好來 那所以上面長條形黏起來 一定要對齊 然後下面的長條形黏起來 轉一轉 把旁邊這裡面 黏起來 好 然後過來 再把這個洞 好 你每個都打洞機打洞 好 然後再把 再把那個 剛剛那個摸起來 好 把橡皮筋戳進去 就完成了 好 就完成了 這是整個的一個 整個的一個完成譜 那所以 因為我們要有成績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剛剛的 這個是剛剛的 好 這個剛剛你們已經 剛剛都再複習一下 剛剛這一個 那你回去可以完成 一根旁邊這邊 就是這邊像個鏡子一樣就可以了 這就完成了 好 那你回去可以用六個分子 各代表一個顏色 去圖顏色 那就是變成彩色版了 好 來 請問 這個製作還沒有不清楚了 好 如果不清楚的話 你這一張 這一本最後面 有示範圖 後面都有圖 你可以再參考 好 對不起 好 所以 預備 開始 好 如果你全部完成 請喊Bingo 那助教趕快可以介入 方融 每一個人可以一張 每個人都做一張 最後 我希望各位 各位 可以把你們那一組 串起來 好 就變這邊一樣 請把他串起來 可以帶回家嗎 對 這就是帶回家的 變這樣 好 把你們一家人 黏起來 這樣 你看看 好 那這就是完成了 爸爸媽媽可以幫忙 助教也要幫忙 現在開始剪的部分 外框 沒有錯 沒有錯 樹旁邊這裡 沒有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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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問題趕快問助教 我們會設助教的原因 就在這裡 因為有時候 動手做 有很多狀況 譬如說現在我們所面臨的 就是時間的問題 所以這個時候 助教就有很大的功能 可以增加你的速度 教各位一個快速完成法 可以請把他對折 然後呢折一邊就好了 各位懂意思嗎 因為你折一邊實現一直往外折 然後另外一邊下來也往外折 然後另外一邊下來也往外折 只要翻過來翻過去都折實現 往外折 就可以了 這樣會速度會比較快一點 教各位一些技巧 親子活動有這個好處 因為有爸爸媽媽 所以有這個好處 我們站著結果出來 站著結果出來 那因為接下來開始要 你們要填問卷 那我們在填問卷的時候 我們順便 你們就順便出來 去領獎 領你們那個 我會照順後的順序出來 好那這邊就隨便你挑 好隨便你挑 來我介紹一下 這叫巴克球 這是奈米科技的 裡面有說明 他這個叫病毒 一貼他就黏上去了 好 這是奈米的說明 那這個是我們科工館 我那時候在那邊所做的 生物科技面面觀 那這是科工館的池 這是奈米的池 奈米的貼條 這可以在冰箱 然後這個是池 那這是奈米的那個記錄庫 然後筆 最貴的是這個 這是基因密碼DIY 這就是你們可以回家 慢慢擴充 基因的觀念 可以透過這一本去完成 好 好然後那個DNA DNA密碼 還是這樣趕快收過來 我們也是當奈米 好 所以第一名 你們 來現在 你要先把 混券劃下去 好 好 來來 當前問題我們再來幫他交過來 謝謝 是大混亂 我們這個王老師已經把名次統計出來了 然後像第一名有兩組 就是第八組的 曾 跟第四組的零 好 我們就按照順序 就是待會我們會唱名 第一名請出來領獎品 然後大家就可以過來領 然後 林家庭的原則是這樣 一人一份 然後你挑你自己想要的 但是有一個東西不能拿走 是這個 這個是朱老師已經做好的sample 我們是怕你回去不知道要怎麼做這個東西 所以我做一個sample在這裡給你看 這個就麻煩你留下來 不要拿走 好 然後 但是在這個大家開始開心的領域 不要緊張 你說怎麼辦 做好事 這上面只有到五耶 那第六名第七名第八名怎麼辦 沒有獎品嗎 獎金 我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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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王老師是大老遠 他今天真的很辛苦耶 他是坐高椅 然後就扛著那一箱 那個獎品 光獎品就一箱 他有考慮到 就算你沒有入選到這前五名 所有人通通有獎 所以 第五名領完以後 我們就開始 接下來 沒有領到獎了 我們就開始 依照這個獎品 對 你開的時候自己去領票 通通有獎 不要擔心 好不好 但是 但是 今天的活動那麼精采 你看 你有玩到 然後又有學到 又有東西可以帶回去 又有傳家之保 傳家之保 不是嗎 是嗎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一定要有一個 最重要的程序 要謝謝我們的王老師 好不好 謝謝 來 大家一下 感謝隊長 從那個 狗仔隊長 攝影姐姐 忘記了 謝謝 謝謝 來 借大家手一下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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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